嗨!我是雪兒沛 我手為什麼要這樣 今天又到了交換生blahblah的故事分享時間 那今天就是前面不會廢話太多 今天要討論是我當交換學生的學校篇 那我知道應該蠻多人期待學校篇的吧 我知道你們喜歡聽什麼 那就直接先從學校本身開始講好了 那如果你有看前面的說故事時間的話 我是被分到Handersonville這個小鎮 然後我讀的學校是Handersonville Christian School 它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高中啦 並不是所謂的就是什麼語言學校啊 或者是什麼國際學生什麼那些沒有 就是它就是一般的就是一個小鎮裡面的學校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小鎮嘛 然後人就很小 少到哭 我們全校從幼稚園到senior 總共12個年級加幼稚園只有八十幾個同學 這樣算的話一個年級可能就不到十個 就甚至是五六個 我們班一開始是有九個 但是後來有一個女生就是她抽菸被發現 她就直接被退學 所以我們班後來就變成剩八個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我們不像其他的普通高中 是跑班制的 因為我們人真的很少 然後學校老師也沒有說那麼多 因為學生就很少嘛 我們除了英文 數學 歷史 音樂 戲劇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聖經課以外 其他所有課程都是在電腦教室上課 就是你可以選你自己想要上 什麼想要上日文啊 或者是西班牙文 法文 然後或者是什麼化學物理那些 有一些是一定要上的啦 我自己心裡有個理 我覺得這個學校生活篇可能又會分上下集了 我常常自己可以講到越偏越遠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蠻厲害的 好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離我家大概開車是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大概每天都是大概6點20到6點半中間起床 然後我轟爺 我們沒有射鬧鐘 都是我轟爺叫我們的 他叫我們的方式很好笑 我不是說我睡在地下室嗎 我跟我轟妹是同一個房間 然後廚房的正下方剛好是我們的房間 所以他就會用他的鞋子然後敲地板敲敲大聲 他就會敲動動動動動 然後我轟妹醒來聽到了 或者是我聽到了 我們就要敲牆地敲動動 懂嗎 他敲地板動動動動動動 然後我們就會聽到天花板有動動動動動的聲音 我們就要回答動動 那如果我們都沒有回答的話 他就會再動動動動動動一次 然後我們就要再動動一次 這樣懂嗎 就是他就會敲到我們醒來為止 而且一定要有順著他的旋律動回去 我們才算真的醒來 那醒來之後就是我一天上學的開始啦 然後我就會眼睛就是要蒸不蒸的 然後去廁所 然後稍微梳洗一下自己 上學不化妝 不過我轟妹就是每天都一定要化妝 而且他每天都一定要 就是要離子燙他的頭髮 對所以我速度算很快 因為我不化妝嘛 然後我就會去樓上然後吃早餐 然後我轟奶 跟我轟也知道我很喜歡喝奶茶 他們每天早上都會幫我泡一杯奶茶 然後我之前有跟大家講我的早餐就都很豐盛 他們不想做早餐的時候就會逼我吃Oatmeal 我還是希望我轟也有時間做早餐啦 不然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那個燕麥粥 然後時間差不多要出門的時候 我轟奶就會把我們的午餐準備好 因為我們學校的午餐 你要嘛就是跟學校買 不然就是自己帶 因為學校午餐都比較像就是 對我轟奶來說有點像垃圾食物 就比如說熱狗啊漢堡啊 或者是披薩啊就是那種東西 所以我轟奶他都會幫我們準備 可是因為他們真的超不注重午餐這件事 我覺得每個人帶的午餐都看起來超無聊 我的午餐超無聊的就是 兩片白吐司然後夾一片火雞肉 然後我轟奶因為他一定要我們吃沙拉嘛 他就會再帶一根小黃瓜什麼之類的 就直接帶去吃這樣 基本上都是午餐就是隨便打理 可是我都吃不飽 我就覺得那個都超小 每次到下午就餓了快要瘋掉 我真的超餓 可是我烘妹也是這樣吃 所以我也覺得算了 反正就習慣就好 然後一到學校就要把那個午餐袋拿給那個餐廳 他會幫我們頂起來 就是保鮮 我有跟大家講過就是前半年的時候 我烘妹還沒有license 所以都是我烘奶帶我們去學校 欸我會講得太詳細啊 反正就是到學校之後 大家會現在gym的那個就是階梯上面坐著 然後大家就是聊聊天啊 喚醒一下大家趕快醒來這樣 就會聽鈴聲時間到我們就會一個年級一個年級 就是去他們要該去上課教室 那當然就是美國學校不可以少了locker這種東西 我原本幻想的置物櫃是像 high school musical裡面的sharpet那一種 對開然後裡面還有鏡子啊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小補妝用品那一種 結果完全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我一到就是我locker的現場 我想說天哪 他就是一個灰色的很髒的locker 看起來真的會把人家吸進去的感覺 就像一個黑洞一樣 看起來真的是很落寞 我也沒有想要特別裝飾我的locker 我覺得他沒救了 我locker就是真的是就是放書 早上要脫外套就直接放在裡面 就是完全沒有 對他已經沒有任何信心了 對然後放完書之後你就去上學啦 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英文課 因為我們英文老師的頭髮這麼高喔 就是他會把他的頭髮刮膨然後這麼高 然後胸部超大 他是一個就是我們班一個同學的媽媽 我們班那同學長蠻帥的 他就是Christian 我們那個英文老師他就是蠻大隻的 他人真的很好 很有憐憫心 然後尤其他對我在交換的學生真的超好 他就會知道說我的短處在哪裡 然後我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可是他胸部真的太大 他胸部真的大到 欸我的頻道可以講這個嗎 就他胸部大到他的衣服 前面這一塊就是被拉到快要變成半透明的 我覺得有時候跟他上課就不知道 臉要看哪裡 因為真的太龐大了 他兒子還蠻帥的 我後妹就還蠻暗戀他的那個時候 上英文課還蠻有趣的 我一開始真的覺得很困難 畢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雖然說我覺得我已經算是很敢講的小孩了 就是會有一些古文 會你會比較難懂的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很困難 尤其是我們每隔一小段時間就要 就是要背一篇英文的詩這樣子 那老師每一天上課都會帶我們唸一次那個詩 就是即將要考試的那個詩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算是唸一百遍我都賠不起來 不過上久了就習慣了 就大概知道說 喔他們詩就是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可以上網查一下它是什麼意思 我們那時候上英文課本就大概都 比這個還要再更厚 然後很大一本 筆記本也都超大的 筆記本都這麼厚一個binder 三孔活葉紙的那種本子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買這麼厚 所以我也就是跟著買這麼厚 可是我後來發現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厚啊 買那麼厚幹什麼 書包真的都放不下耶 而且一個科目一本耶 拜託 太誇張了 我覺得真的太誇張 可是我覺得Mrs.Moore的課 喔對我們英文老師叫Mrs.Moore 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每次上課之前 老師都會問我們說有什麼 是不是需要她幫忙禱告 然後雖然說我不是基督教 但我覺得 就覺得有一種被關心的感覺 每一堂課老師都會叫我們寫一篇小文章 那小文章題目其實都蠻有趣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可以選的話 你會希望你可以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為什麼 就是都是一些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太學術 就是老師好像就是比較想要我們 激發一些創造力還有想像力的東西 英文課要很長很長打讀書心得報告 然後我們也會有一些文法的課啊 有一本比較難念 它是就是教同義字那些的 你就要被大量的單字 然後而且它很多同義字是 連我們上課同學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少出現的單字 考試的時候大家也都是念得比較辛苦這樣 用心一點才過得去 最可怕的應該是期末的時候有一個就是 你要自己念一本書 然後念完那本書之後 你要打一篇新的報告 然後打完一篇新的報告之後 你還要做一個海報 上台跟全班的人講說 這個 就是等於講故事就對了 而且又是要講給就是 你知道 正宗美國人聽 所以我可能需要準備時間比別人久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就算是中文我都未必敢講得出來了 更何況是英文 不過我覺得 因為跟班上的同學 因為我們不是跑班制嗎 我們八個同學幾乎天天都密在一起 就變得說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可是我其實我跟班上的同學 沒那麼熟 我反而是跟Tim還有David 那一個班的同學比較熟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 我暗戀的那個男生他就說Tim 我跟這班同學之所以不熟 是因為我們班的男生都很活潑 然後我在班上算是比較安靜的同學 因為我們班太多活潑的同學了 因為我光是學校科業可能都 有點會意不過來 更何況是要跟那些同學嬉笑打鬧 給大家run一下我們班的同學 Christian,Holly,Elly,Johnson 對對對差不多就這些 就是我們班的同學就這樣而已 對我們班的男生都算是蠻high的 而且很調皮的男生 然後女生呢就是很像mean girls 我覺得啦 除了一個女生 我們班有一個女生就是Holly 她超好 她是我們班的班長 然後她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會代表 她就是那種超有憐憫心 然後她每次看到我 就是可能被落單什麼 她就會來關心我 或者是說 學校的舞會 沒人可以載我 她就會來載我 她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就是很會念書 然後上課就很認真 然後絕對不會持交作業的那一種同學 反正我們班組成大概就是這樣 我真的很感謝這個老師 因為她是很會鼓勵人 就我一開始還比較羞澀 就是比較不好意思講 她就會說 沒關係你下次就會做得更好 一直到最後一天 我上她的課 然後我上台報告 然後我自己其實 就有感覺到說 我從不敢開口到 我可以很順的跟大家講 我念的這本書的故事 我自己講完的時候 其實也蠻感動的 當下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老師就說 Sharpe我覺得你這一年 真的進步很多 就那一刻我真的快要崩累 我就 好感人喔 我覺得那老師人真的很好 除了她頭髮真的有點詭異以外 欸我覺得我光是一堂一晚課 就可以講那麼多 我死定了 好啦不然這個影片就改為 學校課業篇好了 然後下一篇就改成 學校生活篇 這樣好不好 再來有一堂課 是我覺得我 真的是如魚得水的 就是數學課 我們台灣的小朋友學韓數 是不是國中 就是XY 結果那邊是大概高二高三才學 我真的覺得 在那邊讀數學 真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欸 我記得我第一次上數學課的時候 他也叫我們去買一個 100塊美金左右的計算機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有什麼必要 需要用到這麼貴的計算機 然後後來我就是 我真的就買不下手啊 因為 就是為什麼要買一個 那麼貴的計算機 然後 而且班上同學都有 我就覺得 為什麼 我就跟我轟奶商量 我後面就說 他們班也需要用這個計算機 那我們學校 全部只有一個數學老師嘛 所以我們的課 是絕對不會衝到的 然後我後來就跟他 討論說 那我們就兩個人買一台計算機 那這個計算機 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這個計算機 可以幫你畫出這個 函數的這個線 就是你只要輸入 就是你XY的問題 他就可以幫你畫出那個線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件事情 我不用計算機 我也可以畫得出來啊 對不對 你只要把那個XY就是 就是你就點一點 然後就把它連起來 就好了 可是有了這個計算機 我真的很少看到班上的人 就是真的是用 用手算數學 除了我以外 就大家真的都用計算機算數 老師每天就會叫我們 回去寫作業嘛 然後我跟你講 數學課的課本更厚 大概這麼厚吧 然後每天帶回家 我都覺得快要重死了 我這個老師 他叫做Mr.Short 很短的那個Short 每次出的作業都出超多 我們老師也常常會在班上 叫我們直接去黑板上面寫 對 然後 我每次都寫超快 因為我跟你講 你不要覺得說 好像是我在炫耀我數學很好 你們每一個人去 數學都可以 是第一名好不好 那時候他們已經覺得 我已經到crazy的地步了 他們覺得我是 數學天才 我數學真的不好 因為每次老師叫我上去寫題目 我都很快就算完 然後班上 我常常一轉頭 就會看到班上的男生同學 就會這樣 就是他們真的已經幫你當數學天才 我還記得我在學期末的時候 拿到一張獎狀 就是數學課表現優良 你們真的 你們誰去都可以得第一名好不好 你們真的會很開心 在那邊念數學 直到有一次 老師覺得我的數學真的不錯 所以他就指了班上 有貼一個海報 然後那個海報上面就是一個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的一個 直角三角形的比例的問題 然後他其中一個邊是四 其中一個邊是三 那他就是問你說 那另外一個邊是多少 老師就說 你知道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嗎 我就說 全班的人就這樣 全班的人已經把我當作就是 愛因斯坦級的人物在看了 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 你該不會就是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已經算過一遍了吧 就說沒有啊 那個答案就是5啊 因為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不是就會有教說 一些直角三角形的那個比例 什麼 345啊 7 225這種東西 就是然後老師就還蠻淡定的 老師就說為什麼 愣了很久 我才就是恍然到說 就很多東西我背起來 但我並不知道它是為什麼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學這個真的有意義嗎 就是我只是把死背起來而已 所以我就沒有再那麼囂張了啦 不過老實說我還是很期待 每一次的數學考試 因為我覺得 那個是讓我覺得最 我並不是每件事情都做不好的一堂課 不過在台灣就完全不一樣喔 我就是 我數學真的超爛 齁對對對 然後我們呢 我們的歷史課就是要讀 美國歷史 然後一樣那個課本 就大概就是這麼厚 結果為什麼每一堂課都要這麼厚 然後每次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 那個老師上課真的超催眠 他在上課就這樣 他就是一個奶奶 在上就是歷史課 考試都還蠻難的 就是你沒有好好的念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去考試 就是每次上課他就會叫同學 然後念一段課文 上課的時候他會直接就是 播那個history的那個 就是一些一系列的那種 美國歷史的影集給我們看 然後那個真的是無聊到一個 最高境界 大家就很安靜 就八個人而已 他就會叫我們把椅子移到前面 然後就圍著那個 一個電視這樣看 然後看一看 然後我真的是 我就這樣一直撐著頭 因為我真的是快要睡著了 可是其實班上同學 好像每一個都有睡過一遍 真的太好睡了 不過就是他有時候 也會叫我們做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他就會說 來你們現在大家就選一個 美國歷史性的建築 然後你們就回去 然後就是把它立體的這樣做出來 就對了 就做成一個模型 那時候我就選了 911事件的那個建築 做完我還做了一架飛機 然後還在台上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飛機就這樣撞上去 然後他就整個爛掉了 那個故事就對了 那個老師他也是一個很慈祥的奶奶 他有一次還送我們那個 不知道是麥當勞還是肯德基的奶昔的券 我都沒有拿去用 因為我烘奶不讓我喝那種東西 然後我剛剛有提到 就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做Bible的課 一個禮拜只有一次啦 九十十一十二年級一起上課 那時候我就可以跟Tim同一個班上課 所以我通常那堂課都會蠻開心的 因為我都會故意坐在他旁邊 因為我們學校叫做 Hendersonville Christian School 所以他才會有 就是這種Bible的課 可是其實都蠻輕鬆的啦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基督徒 所以 就是上這個課 就是也是聽老師講一些故事而已 OK 再來就是體育課啦 我覺得我們體育老師很隨性 他每次就是上課的時候 比如說 就把我們聚集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說 來你們今天想要打排球 還是打籃球 還是踢足球 然後大家就會舉手 就好 不然今天就踢個足球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去足球場那邊踢足球 可是我真的不太喜歡上體育課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老師每次都會叫我們分組 他就會隨便點兩個人 比如說 隨便點 比如說Candace跟那個Holly 你們兩個人是隊長 你們兩個就是AB隊的隊長 那你們自己去挑隊員 他就會叫我們全部的人排成一排 然後就會叫那個AB的隊長 一個一個就是挑過來 輪流挑 然後我常常就是最後一個被挑走的人 你懂那個感覺嗎 就是在那邊給大家看 體育一直都不是我的強項啊 我雖然說很喜歡運動 但是就是像這種比較激烈的 就不是我的強項 然後更何況 學校的人就比較不熟悉我 因為他們在這個小鎮的學校 他們是從小念到大 所以他們同學之前不管是 是不是真的是同一個年級的 他們就像家人一樣 可是我就是一個 就是半路衝出來的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所以他們就會對我比較有一點點 就是就會保持一點距離 我說大部分的人啦 就是我當然也是有交到很好的朋友 我就會變得很 很孤單 就是在我的體育課的時候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上體育課 尤其是我排球 發球真的超爛 我每次發球就是失敗 然後我就覺得難怪大家就不想選我啊 因為我就是爛啊 我就是不會發球 不然你想怎樣 不過我覺得好險體育課沒有 就沒有考試 老師就是看你在學校的表現 一個課是電腦課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就是除了有老師的課以外 其他都是要在電腦課 就是上線上教學 其實基本上這兩課就是 大家去電腦教室 然後一人一台電腦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線上的東西 其實這兩課並沒有很簡單 因為它真的就是會限時間 然後要你做完那一堂課的老師 這兩課也是有老師喔 就是老師會幫忙大家看電腦有沒有問題啊 或是監督同學有沒有好好做作業啊 有沒有偷偷上Facebook這種 這個老師 他是Tim的媽媽 所以我在他面前都表現超乖的 在學期末的時候 他有發給我一張電腦課好飽飽的獎狀 我上他的課就是裝作一副小媳婦一樣 我其實印象比較深是 我們辦一個女生 我就不講 我今天簡稱他叫做P好了 P這個女生他是比較容易嫉妒別人的人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很認真 我很怕我來不及完成我該做的作業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就是 一做下來我就會開始做完 我必須要做事情 然後做完之後 我就有時間了嘛 然後我就會上Facebook什麼的 因為老師有說如果你事情做完的話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P同學呢 他就是上課超愛跟同學聊天 我有時候都會一直這樣子 不要再 我就很吵 因為他就是 他很喜歡跟男生聊天 就是他會一直一直聊一直聊 覺得有點不太高興 這時候我婆婆 喔不是就是我老師 就是老師就會去 就會去勸導他 就是叫他安靜一點 然後他好像就是有一次就看到我 事情做完 在用Facebook這樣 然後我剛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我學期末的時候 有拿到一張就是電腦課好寶寶的獎狀嗎 然後那時候我要上去領獎的時候 我還聽到他跟旁邊的人講說 他上課都在用Facebook 憑什麼可以拿這個獎狀 那我就想說 就 好啊那你今天事情做完了嗎 你今天事情做完 你也可以用Facebook啊 你為什麼要 就是你看吧你何必呢 還好是最後一天上學 就是那時候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最後一天上學 不然我真的是 真的會逼他去舔公車輪胎 是很生氣耶 好啦還好反正我們就沒有聯絡了 P 我要來爆料八卦 就是P同學他 我剛剛不是說很喜歡跟男生聊天嗎 他好像有跟Tim交往一個月還兩個月過 就是我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對這女生感到非常失望 沒有他兩個都在一起一兩月了 所以就還好還好 對我影響不會很大 他上數學課的時候也很多話 他我們老師就叫做Mr.Short 然後他就會幫他取名叫做Mr.Shorty Shorty勒 就這樣揍他 因為他上課真的很吵 然後每次叫他上台去解決一些數學問題 他也都是 他就是不會解 然後我就覺得你可不可以上課專心一點 就是不要再跟同學聊天了 不過我真的要承認他跳舞很厲害 他很會跳舞 再來就是我覺得全部最恐怖的課 就是完全就是挑戰你羞恥度的課 就是Drama 對我老師叫做Kate 他養一隻狗長超像拖把的 光線越來越奇怪了 然後因為太陽快要下山了 他的個性就是很極很極端的一個人 他很討厭人家用一個形容詞 Cute 他覺得可愛這個形容詞 很沒有意義 所以你如果在他面前說 Aww they're so cute 他就會生氣 他就是跟超怪人 然後其實基本上上這個課的時候 老師一開始也會教我們一些舞台上的術語 恩就是有背就有分啦 就是不會說很難 比較難的是 有時候老師會叫你一個一個上去演戲給他看 可是他有一次 我跟你講我算他演光好 他把我跟Tim 併在同一組 然後我們就要上台 然後演一段就是比較內心的戲 演一個對手戲就對了 然後因為我覺得很害羞 老師就把我的害羞內斂解讀稱 就是我演得很內心 就是很發自內心 所以他就給我一個蠻好的分數 不過其實他不知道我是因為 他有逼過我在班上唱Happy Birthday 一個人唱給全部 九十十一十二年級的同學聽 超恐怖 所以你要在全班同學面前演戲 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上學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聖誕節的公演 要演給全部的家長看那一種 我之前有一個影片跟大家講過就是 我們這個聖誕公演需要一個合唱團 那有沒有人自願要進入這個合唱團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定要加入這個合唱團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在演戲 我只要唱歌就好了 好然後老師就說 來先想加入合唱團舉手 然後就很多女生舉 然後老師又問說 那覺得自己唱得很好的舉手 然後就有幾個人舉手 然後老師就覺得說 喔這些人就是覺得自己唱得很好 那可見他們真的是唱得不錯 所以他就把那些人直接叫到合唱團的位置 然後剩下的女生他就說 那你們現在就一個一個 一個站起來唱Happy Birthday 給全部的人聽 他如果覺得OK的話 他就會把你 就是直接丟到合唱團那邊 我一樣就是有把它唱完 然後老師就覺得OK 他就叫我去合唱團那邊 我就覺得 喔天啊 逃過一劫 超恐怖 不過我覺得這老師就很愛多管前事 就有一次我們學校就要查 你有沒有帶微禁品 就是你的手機有沒有放在locker 或者是你有沒有就是帶什麼抽煙 或者是吸毒的東西這樣 記得好像是音樂課吧 他就把我們全部都叫出去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一個drama老師 要叫我們全部的人出去 出去之後他就一個一個收 班上的同學的包包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收到了美工刀吧 因為台灣的高中國中同學 應該都常常會放美工刀在鉛筆盒裡吧 這件事情就是對我來說是再正常不過了 可是我完全忽略到他們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全部都收完之後他就走出來 然後就對著我們全校的人說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這種東西 然後他就拿著我的美工刀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你知道就是他們自然比較沒那麼安全 所以他們就會很害怕美工刀這種東西 我就承認啦那就是我的嘛 很咄咄逼人的就是念了我好幾句 然後那時候我就快哭出來 因為一方面我是覺得很丟臉 然後一方面我是覺得 我在台灣都沒怎樣 然後後來我轟妹 我轟妹就有跑來一直安慰我 我就說 因為我跟我轟妹都蠻不喜歡我們那個戲劇老師的 所以他就跟我說你不要理那個就是那個怪lady 聖誕節的公演也蠻好玩的 就我轟也轟奶豆我來看我們 超開心的那一天 而且我還有穿上那種 美國比較古老的那個裝扮 然後後來老師有叫我們做皮影戲吧 就是表演皮影戲 然後這個是我的隊員 大家會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人很會編劇啊 可能有人很會美術啊 像我就是負責做美術這一塊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 就是有一種分工合作的感覺 還有一堂課是音樂課 然後我們音樂老師叫做Mr.B 他是一個純黑的黑人 因為我們學校全部的學生 只有一個是真正的黑人 其他都是白人 不然就是混血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我們有一個黑人的音樂老師 我就覺得很酷 而且他人超好 他講話那個就是黑人的那種 比較hip hop的槍 我就覺得 喔這老師真的是超帥的 上音樂課的筆記是最多的 因為老師每次上課都會發一個譜給我們 然後也會有很多 就是樂理的一些東西 然後因為我homemate他是排球隊的 所以他下課的時候會去練排球 然後我就會在音樂教室裡面練鋼琴 這就是我們上課要用的binder 就是很大的分 而且每一堂課都有一本喔 像這邊這種就是老師私底下給我的 要伴奏的一些一些樂譜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我自己印的樂譜 因為我homemate在練排球的時候 學校都沒有人 然後我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會自己找一些譜 就是來練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很多同學可能對樂理比較陌生 所以學起來比較困難 然後老師也有就是 告訴大家一些 要怎麼樣才能彌補你的成績 的方法 我記得那時候班上最多同學選擇的是 第四專案 你只要去線上玩那個有關一些樂器的 一些節奏遊戲的話 你考試的成績上面加三分 然後老師通常考試就是這樣考 就是五線譜然後叫你畫出一些 題目就會在黑板上 然後你就 我們也會探討一些時代的音樂的轉變 其實我下課之後會去音樂教室裡面 唐鋼青這件事情 真的只是因為我很無聊 我根本就旁邊沒有人可以陪我啊 所以如果我 我又不想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好幾次就是有被我的音樂老師撞見 他才會給我那個伴奏的工作 然後我剛剛不是有講說每一堂課的老師 老師在學習末的時候都會頒發好棒棒獎狀嗎 那其實好棒棒獎狀很多同學都可以拿得到 只要你有表現到老師覺得你有資格拿到這個獎狀 你就可以拿到那個獎狀 每個老師就是還會再頒發一個獎牌這種東西 給一個他覺得表現最好的 我剛剛有講嘛 我有拿到電腦課的 因為電腦老師是我婆婆啊 我當然要表現是小媳婦兒的樣子啊 然後我還有拿到數學的 因為我回答出了345這個三角函數的東西啊 然後我還有拿到音樂的好棒棒獎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OK我拿到音樂的好棒棒獎 因為就是因為 老師比較常在音樂教室看到我吧 就是除了好棒棒獎狀以外 每個老師還會再選一個 極致好棒棒獎的獎牌 然後最後他要發這個獎牌的時候 大家都在猜說 到底是誰會拿到這個獎呢 他就說 she is very hard working she is very patient blahblahblah 他就講一大堆 然後大家就會猜說 到底是哪一個she 就到底是哪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This person is short pink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獎狀 然後我就覺得 我今天好想哭喔 我覺得就是 即使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渺小的存在 還是會有人看得到你的好 就是看得到你的利用價值 但學校課業這方面 我是真的是比較安靜的同學 課外生活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我了 這個我們就下一集 再來開始講好不好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 就是聽這個 我跟Tim還有David的故事 好啦不然不然我這一集講一點點好了 就是音樂課下課的時候 我不是都會留在學校彈鋼琴嗎 然後有時候David 因為David是自己開車來學校 所以他可以隨時 想要什麼時候回家都可以 他就會留下來陪我練鋼琴 他就會在旁邊彈吉他 就是你可以靠音樂去 交到一個知性的好朋友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 再開始講學校的 Berry Wake 或者是 我還有加入排球隊 所以我們就 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好 好